山海经西山经说 从福山在向西七十里有座山 名叫鱼刺山 积水发源于于此山 向北游入渭水 山中有一种鸟 形状像猫头鹰 长着人一样的面孔 只有一只脚 能佩戴了它的羽毛 就不会害怕打雷 这种鸟冬天活动 而夏天折服 它的名字叫鸵肥 我画的是山海经中的鸵肥 我是用马克林的心理 从多种形式表现正直鸵肥的 鸵肥长着人的面孔 只有一只小 传说鸵肥是一种祥瑞之鸟 看见它的人都能变得勇猛无比 这种鸵肥的鸵肥